前阵子关于无险一金 咱们聊了下面三个 医疗 养老 住房公积金 还剩左边三个 今天一口气落完 1.失业保险 假设这是你每月的税前工资 从里面拿出0.5% 公司再掏腰包帮你交0.5% 两部分一家就是你每月交的失业金 公司这部分各地比例不一样 大部分地区是0.5% 指导就行 交这点钱的用处就是 万一你失业了 别慌 我家会每个月给你生活费 哦 还有这好事 那我还上个 不过这点钱少得可怜 一般是当地最低工资的 80%到90% 而且也不能一支两 单次最多领两年 以上海为例 社保每交满一年能领两个月 之后每多交一年 期限增加两个月 第一年每月大概2300 第二年更少 所以想靠着失业金过日子 你还是想想吧 哦 那没事了 另外也不是谁都能领的 得符合两个条件 一 社保交满一年 购业签 二 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 说人话就是 得是公司倒了 王八蛋老板带着他的小姨子跑了 你被炒了 或者欠你工资 不给你交社保了 这些意味情况下 才能领失业金 主动离职的吧算 嘿 那我还分啥行李啊 不过要真失业了 也别慌 现在网络很发达 手机点点就能领钱 虽然不能大鱼大肉 但也能凑合着过一阵子了 期间如果不想社保断绞 自己补上就行 接下来说说另外两个 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 这俩保险咱纯白嫖 不掏钱 公司会帮我们交 二 生育保险 一般公司会按你工资的0.8% 给你交生育保险 主要服务的是女同胞 生娃这么伟大的事 当然得有保障 它包含两大福利 一是生育津贴 在产假期间 国家出钱 工资照发 而且还不收税 开神躺平 一个是报销生育医疗费用 10月怀胎 一朝分娩 各个环节产生的医药费 都能按比例报销 注意了 这里说的是职工医保 没参加职工医保的 可以通过居民医保报销 不过只能报销医疗费用 没有生育津贴 那产假有多少天呢 通常是158天 一部分是国家法径的产假 98天 一部分是各地政府 额外给的生育价 有长有短 以上海为例 60天 另外如果一炮多响 每多生一个婴儿 产假还能再多15天 除了这两大福利 有些城市还会额外给一笔钱 这叫一次性营养补助 大概几千块 来 给孩子的红包 总之一跳龙下来 能省不少钱 生孩子我也有份 那我能捞点咋 男同胞也别急 虽然你生不了啊 但可以修代薪赔产假 夫人 想好啥时候生了吗 我都请了三年假了 各地陪产假有长有短 从7天到30天都有 大部分地区是15天 而且用不上的生育保险 还可以给没工作 没社保的老朋友 对一些家庭来说 妥妥是个狐狸 三 工伤保险 这也是公司自掏腰包 按你工资的 0.16%到0.25%给交的 你工作时受伤了 他可以给你报销 等一下 等一下 不要进 我有社保 有意思的是 你上下班 出差路上出事了 也算工伤 咋判定呢 牢记三工 工作时间 工作地点 工作原因 只要符合 基本都算工伤 对了 有些职业病也算工伤 通常是一些高危职业 比如经常接触化学毒物 放射性物质啥的 毕竟闹不好 可能有生命风险 脱发算吗 呃 根据受伤程度 工伤分了十个等级 各有各的赔偿方案 所以受伤后 得先去做个工伤认定 医生我几级 一级 哦 那还好 问题不大 你这种情况 我建议去趟脑科 其中 一级是最严重的 基本告别生活自理了 但同时也是赔偿力度最大的 以上海为例 一级商材能拿到 27个月 本人工资 一次性发放 本人工资的90% 按月发放 赔偿方案 各地不太一样 感兴趣的 大家自己搜搜看 看着有点钱 但再多的钱 也没有一副 扛造的身体来得实在 所以 啥也不说了 祝大家吃满满香 身体费棒 混质漫画 专制不明白